第416章,兰奇学校的第一位大魔族师资力量 在守护之安塔纳斯的特殊牢房里,交谈渐渐接近尾声,成功达成了合作关系 那我带你出去,接下来一段时间请你协助我,我会确保你的生命安全 然后我会带你一起回南大陆找塔利亚 明朗的光线下,大爱诗人向大魔族守护之安塔纳斯保证道 这也是他能够给予安塔纳斯的公平报酬 啊,没问题是没问题 但是随即,安塔纳斯又想到了 如果想带他出去,那就必须结成奴隶契约 他其实从来没有考虑过结成这种契约 而且跟塔利亚或伊法提亚的女儿达成这种契约也有点怪怪的 不用结成奴隶契约 大爱诗人补充道 安塔纳斯这种天然就是他们有军的魔族 并不需要太多束缚 只需达成魔族之间的交易契约即可 但是强行带我出去,会惊动点欲观 而且,赫尔罗姆监狱和普罗托斯帝国很快就会发现我逃离了 安塔纳斯并不是没有闯出过牢房 或者说,单纯靠着赫尔罗姆监狱的压制结界和牢房封锁 并不能把它完全思索 真正令他没有办法的 是外面的大魔族试炼 坠弱的温柔香以及点欲观 我早就准备好了 给你替换身份的办法 点欲观那边我来搞定 你只需跟我们走就好 大爱诗人往牢房外走去 是一三维霸天教室中的一位进来 并对安塔纳斯说道 安塔纳斯顿时也想起了 来到牢房内的两人身上 那奇异的变化术 竟然可以完美扮成人类 完全瞒过普罗托斯帝国 这是否对我这边来说 代价太低了点 安塔纳斯对大爱诗人问道 大爱诗人暂且顿住脚步 回头看着安塔纳斯 那你要不把你的明贤印记赋予我吧 当做我们帮你完美离开 赫尔罗姆监狱的报仇 大爱诗人提议道 安塔纳斯文言有点意外 他没想到 对方想要的竟然是明贤印记 没问题 不过你想好了 要我的印记吗 他不一定对你有用 还会永久占掉你的灵魂空间 一般来说 在成为拥有自己的明贤的大魔族后 可以将明贤赠予自己效忠的智强魔族 也可以将其给予认可的后辈 帮助其成为大魔族 但想要成为大魔族 三个印记里至少需要一个心性印记 以及一个武力印记 只能通过大魔族试炼获得 被赠予的明贤印记并不能满足 这项决定性条件 现实的大魔族试炼一记 应该已经被毁得差不多了 几乎没有了诞生新的大魔族的可能 安塔纳斯他的明贤印记 只能算作一个尚可的被动魔法 还需要永久占用异界的灵魂空间 不一定划得来 如果对方想要的话 那就给他好了 没问题 大爱诗人点了点头 我这边先兑现交易内容 大爱诗人站在门口说着 招手另一位女性的霸天教士走了进来 大人 需要用到我了吗 霸天教士向大爱诗人诚挚的行礼 非常抱歉 得辛苦你在这里待一段时间了 但我之后一定会救你出去 大爱诗人保证到 救出大魔族的事情 暂时还不能让普罗托斯帝国察觉 因为这也会同样让寂灭主教阿斯克桑发现 只有彻底隐藏住大魔族的存在 才能称之为给阿斯克桑带来些许惊喜的礼物 能帮到您 是我的荣幸 女教士眼神满是崇敬 心中不断感慨 不愧是霸天主教大人清定的人 竟果真能与大魔族谈妥 当即 女教士用圣子交给她的特殊定向变化术 恶魔变成了守护之安塔纳斯的模样 而大爱诗人也将另一张能够定向 变成这位女教士模样的变化术 人类交给了惊讶的守护之安塔纳斯 这些天的准备时间 兰奇每天都在和大爱诗人制作定向变化卡 一共做出了六张 分别能够让三位霸天教士和三位大魔族交换身份 然后将大魔族光明正大地带出赫尔罗姆监狱 安塔纳斯好奇地接过这张变化术 人类将其使用成功变成了女教士的模样 真是厉害 安塔纳斯感受着这恶魔文的变化魔法 不禁惊叹着其神奇以及制作者的鬼斧神功 他被关在地下的这百年时间 竟然有了这么神奇的魔法 可以骗过普罗托斯帝国 那么我也实现诺言 给予你守护印记 希望你有朝一日 能够真的成为大魔族 安塔纳斯抬起食指 轻轻指在了大爱诗人的眉心前 话音落下 在牢房的纯白光影中 一切变得异常静谜 突然间 安塔纳斯的眼眸中 如同夜空中最耀眼的星辰闪耀了起来 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 而安塔纳斯的手指也在这一刻 令牢房里的魔力波动达到了顶峰 由魔族天赋魔法所构筑的伪力 从他的指尖流淌出 融入大爱诗人的眉心 光于影交织 犹如梦幻泡影 美丽而神秘 它不仅是魔力的凝聚 更是魔族本身才能拥有的至高仪式传承 随着大爱诗人眉心印记的形成 大魔族安塔纳斯缓缓收回了他的手指 强大的魔力开始逐渐平息 但在大爱诗人的眉心闪烁着一枚光芒深邃的全新刻印 守护印记 类别 灵魂刻印 品级 橙色史诗 阶级 一 被动效果 获得一定程度的魔法防御 备注 守护之安塔纳斯的认可 我的天赋魔法 是全覆盖防护结界 且能够探查到结界内的动向 在第一时间做出应对 与之对应的印记 也不会太强 安塔纳斯无奈地说着 在赋予完成之前 大魔族其实也不知道自身的印记 具体会是什么属性 很不错的 谢谢安塔纳斯小姐了 大爱诗人满意地回答 守护之安塔纳斯的天赋魔法 以及他所擅长的结界魔法 无论是当防御法术来用 还是作为机关的统筹指挥官 都相当优秀 是一位学校不可或缺的人才 你跟破法之星洛拉 还有真理之普拉奈熟吗 大爱诗人想了想 对守护之安塔纳斯问道 你要找他们干什么 安塔纳斯没稍紧促 从表情来看 他显然不想和那两个大魔族打交道 我要说服他们 把他们也带出去 大爱诗人回答道 他今天来此的目的就没变过 你真的疯了 而且我被他们克制 打不赢他们 不一定能保护住你 安塔纳斯听到大爱诗人 这笃定的语气连连摇头 他发现 小公主的野心真的可怕 这气势和罢念 就像是魔族真正的王 你们不是巴结的塔利亚 或伊法提亚 哪怕你有王族的墨益血脉 他们也不会顾忌什么 安塔纳斯担忧地补充道 他和那两个大魔族不一样 他本来就可以说是 这两个小公主的亲友 不管怎么样都会先好好谈 另外两个家伙 甚至不一定给他们谈话的机会 是巴结含金量更高 还是大魔族含金量更高 大爱诗人思考了一会儿 询问道 那当然是大魔族 安塔纳斯回答 巴结魔族不一定能成为大魔族 而大魔族几乎都是巴结才能当上 大爱诗人点了点头 没多说什么 他离大魔族差的其实也不远了 是时候该去副五层考察一下了 本章完 第417章 蓝旗对退休反聘人员的待遇 经过简单的服装交换 现在安塔纳斯看上去 已然是一名实习预警 我准备好了 安塔纳斯尽管也有变成过人类 但还未曾像这样通过变化法术 变成一个自己完全无法理解的伪装状态 接下来等到离开监狱 恐怕得小心翼翼的在普罗托斯帝国逃亡 直到成功抵达爱瑟泰兰王国 获得冰雪魔女的接近 毕竟休伯利安的身份很明确 是艾瑟泰兰王国的间谍 他们的身份多少有点漏洞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查出尼端 而普罗托斯这个国家 对魔族满怀着戒备与敌意 如果回到了地上不保持万事谨慎 很有可能会一个不小心再被关回来 安塔纳斯已经想清楚了 在见到塔利亚之前 无论接下来的路途有多么漫长 多么艰险 他都会全力以赴 实现他与两位小公主结成的契约 大爱诗人 接过霸天教室的普罗托斯皇家魔法学院 学生手环 交给了变成了人类模样的安塔纳斯 安塔纳斯 你的新身份 是普罗托斯帝国血缘行省秦斯顿成人 就读于普罗托斯皇家魔法学院三年级 在完成这项赫尔罗姆预警考核课题之后 就可以申请毕业 等我们回到监狱基础层 你即可从保管处 拿回你在普罗托斯帝国的全套证件 大爱诗人指着这个黑色手环说道 明白了 安塔纳斯戴上了手环 点头确认道 他没想到自己的身份 竟被准备得如此完善 也不知道这个假身份 能够骗过普罗托斯帝国多久 之后 普罗托斯皇家魔法学院 会特聘你为高级教授 每周工作四天休息三天 另外还有教会方面的工作 不过 那又是另一份工资 两边分开给 其余时间 你都在帝都赫尔罗姆 了解一下现代生活即可 在我们离开北大陆之前 这样的安排你可以接受吗 大爱诗人继续补充道 安塔纳斯困惑地看着大爱诗人 他们怎么还在普罗托斯帝国过上了 我的假身份不会暴露吗 安塔纳斯问道 这都是真货 无论是你的户籍还是学籍 全都是真的 由行省总督和学院校长 为你亲自办理的 大爱诗人解释道 安塔纳斯愣了 他半天没回过神来 在他待在监狱的这段时间 两位魔族小公主 到底是在普罗托斯帝国内部 把他侵蚀到了什么程度 竟然有着这种人脉和势力 能够让他一届囚犯大魔族 光明正大的融入帝都赫尔罗姆 并过上轻松自由的生活 这是什么甜蜜的毒药 先享受一段时间 然后随着他们两个一起 回南大陆 就能顺利见到塔利亚 这到底是现实吗 安塔纳斯晃了晃脑袋 似乎是在确认这里是现实 而不是坠落的温柔香魔法 他现在突然发现这个现实 怎么看都有点不真实 当你在坠落的温柔香中时 你是不会意识到自己中了幻术的 大爱诗人无奈地提醒道 就像当意识到在做梦的时候 基本也快醒了 所以 这真的是现实 安塔纳斯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可思议 接着眼瞳中弥漫起了喜悦 他嘴角渐渐形成一个灿烂的笑容 那笑容仿佛能照亮整个房间 随后 他深吸一口气 要将这一刻的幸福全部吸收进心底 谢谢 你们是我们魔族的骄傲 我会全力保护你们 以回报这份恩情 安塔纳斯真诚地对两位亲友后代感谢道 修伯利安感受到了安塔纳斯 那莫名崇敬的视线 又不好否认什么 只感觉自己的人吉 好像又跟着兰奇一起被没收了 他想当高级的人族神官 不想当天选魔族小公主 走吧 牢房里的几人交谈完全谈妥 兰奇也带安塔纳斯和修伯利安 一起离开了这间特殊牢房 走出牢房时 他们随意地聊着 仿佛在这短暂的交流中 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 门外 另两名一直在等候的两名教士 看到他们出来 立即向其行礼 即使身为他们同伴的女教士 相貌没有任何变化 但他们都懂 此刻这女教士外表下的生灵 是一位传说中的八阶大魔族 安塔纳斯也向他们焊手 他很清楚 这两个人类 现在也是他们的同伴 而且有一种强烈地受到小公主支配的感觉 事情办妥了 我们可以去副五层了 大爱诗人对两位教士说道 他的声音中带着满意 是 大人 霸天教士回应道 就在安塔纳斯准备跟他们沟通一下 该怎么合作 穿过坠落的温柔箱 往前行进时 他看到黑发绿铜的身影 已然毫无戒备地踏出去了 而其他几人都站在原地 没有任何要帮大爱诗人的意思 过了片刻 大爱诗人清醒了过来 继续往前踏 触发下一块大型地板空间上的幻景 修伯利安和霸天教士 都自然而然地跟上了已经被打开的路 只剩安塔纳斯满脸不敢置信地看着 有人能这样无视坠落的温柔箱 在前面开路 不是吧 这家伙 脑子怎么长呢 这可是大魔族试炼啊 安塔纳斯喃喃自语 他不禁感叹 不愧是塔利亚的血脉 不过仔细想来 塔利亚也没这种天赋 一定是他找了个厉害的夫婿 优化了血统 安塔纳斯越发好奇 塔利亚的男人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 虽然安塔纳斯 仍然对副四层的楼道环境 存在一些条件反射般的警惕 但他也很快认清状况 静静地跟随在了修伯利安身旁 一行人走过曲折的走廊 最终回到了出口传送大厅 深紫色镜面传送门 矗立在台阶的尽头 此刻已感应到他们的手环 散发着扭曲的光芒 伴随着电解滋响 显然他们已经满足了 前往副五层的条件 大家都稍微小心一点 如果等会分散了 我们尽量在出口传送大厅集合 看着传送门上有危险提示 大爱诗人对众人说道 副五层的空间并不稳定 传送门不一定会把他们送到入口传送大厅 也可能会出现在第五层的任何位置 本章完 第418章 大魔族试炼 无望的绝灭战 毫不犹豫 穿过熟悉的虚空传送门 大爱诗人的身体 像再度融入了水面一样 逐渐消失在深紫色的光芒中 随着既奇异又神奇的失重感 身体和灵魂仿佛正在被带离真实世界 这种急速坠落的状态没有持续太久 猛的一阵眩晕过后 大爱诗人感到了身下冰冷而坚硬的地面 又摔了个脸着地 在地上趴了好几秒 都没人来服 终于开始自己努力 大爱诗人 撑着四金属又似十字的地板 摇摇晃晃站了起来 一手轻抚着 因跌倒而稍显灵万的发丝 往周围仔细一看 空旷的入口传送大厅里 只有自己一人 其余人都不见了身影 站在墓前他所处的大厅往前望去 宽阔的回廊顶端 不断降下缭绕的雾气 落在这陌生而神秘的空间里 似乎这是一座迷宫的起点 牢狱内部 走廊四周高耸的墙壁上 布满了诡异的只是符号和闪烁的光点 而地板上的光幕隐隐流动着柔和的深蓝光泽 像是梦境中的星河 又似遥远深邃的宇宙 这和赫尔罗姆车站的地面结构颇为近似 一旦踏上去 必将触发某些节节数式 副屋层非常宽阔 从传送大厅光幕上显示的地图来看 应该是一个巨型的迷宫 其本身的结构还在时刻变化着 整个层级都处于赫尔罗姆空间扭曲的老街区那般状态 抵达某些地方 会立即被传送到另一处 他们五个来到副五层的实习狱警 几个五街和八街的 似乎都没能完全准确传送 落到了副五层监狱的随机位置 只有一街的大爱诗人 顺利地抵达了入口传送大厅 毕竟大爱诗人比猫老板还弱得多 对于传送来说没根本什么负担 这下我得独自前往出口大厅了吗 米利安你在哪啊 黑发绿铜的孤独身影 眼眸带着些许迷茫的困倦 自语着 蓝琪在这个监狱里已经习惯了 被修伯利安牵着走 大多数时候都不用把注意力放在赫尔罗姆监狱这边 现在需要非常集中精神 一边陪巴卡四点狱长聊天 一边支配大爱诗人这边的行动 他无奈地低头 看向了自己的手环上的深红色光幕 在赫尔罗姆监狱负五层 存活并执勤即可获得大量勤悟点 勤悟点可在监狱中兑换资源 需满足前往下一层级的所有条件后 才可开启当前层级的勤悟点交易权限 当前位置 赫尔罗姆监狱负五层 入口大厅 工作内容 清扫幻影 助 踏入负五层后 在你的一百米范围内将会出现你的幻影 幻影将完全复制你的自身 包括智慧 性格 所有道具与战斗经验 且比你更强 助 幻影能锁定你的位置 唯一的目标 只有猎杀你的本尊 夺取你的存在 助 每人一天只会召唤出一次幻影 抵达传送大厅 办公区或牢房内 可令幻影暂时消失 他人的幻影 不会主动对你发起攻击 但如果 由你主动发起攻击 即会转移攻击目标 前往负六层条件 清扫掉当前层级所有的幻影 团队勤务点大于五千 且获得负五层典鱼冠许可和评价 蓝旗快速的一夜夜划过 和负四层的差别不大 特殊的地方只有幻影 加上先前负四层典鱼冠塞莱娜的提醒 以及修伯利安告诉他的情报 他基本已经明白了 这一层的大魔族试炼是什么 据说有一位数万年前元古时代的大魔族 名为无妄之萨迪亚 其天赋魔法的终极形态 即是召唤出对手的复制品幻影 面对这位九届大魔族时 一旦对他产生战意甚至恨意 将会被他先行召唤出一个更强的复制品 极限为八阶顶端 而在军团战斗中 九届大魔族无妄之萨迪亚 更是无论多少八阶都不可能战胜的对手 属于是超级虐菜王 其生命的最后 也为魔族留下了自身化作的大魔族试炼 无妄的绝灭战 根据自身的战役 将会决定幻影的强度 当保持着最低战役时 幻影只会和本体差不多强 把战役推动到极点时 幻影不只会比本体强 甚至会达到八阶 也就是说 只要愿意 无妄的绝灭战中 甚至可以见到八阶极限的自己 如果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战斗意志 一个不小心 就会引来极度恐怖的幻影 把自己瞬间抹杀掉 对于这层的狱警们 在迷宫中 必须要时刻躲避幻影的追杀 尽快抵达安全区 落单的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会是一种逃杀状态 被自己的强化幻影 锁定为对手 实习狱警的工作内容 则可以联合几名实习狱警同伴 一起通过围殴 逐个击败幻影 将他们全部清扫掉 等等 那我的对手是 兰奇拖着下巴思索了起来 又看了看 现在自己在赫尔罗姆监狱里的身体 然后有些试探性的 踏上了传送大厅外的地面 点狱关的办公室 应该也在入口传送大厅的不远处 正好先要去找到点狱关 拿到许可 寻常来说 传送大厅的附近 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位置 只要感觉情况不对劲 随时都可以退回来 但是相应的 也会被幻影堵在路口 需要等人来救 然而蓝奇的步子 越卖越大 逐渐加快了轻盈的脚步 就像没什么顾忌一般 回廊左右两侧 一排排巨大的牢房 从非不规则地排列着 黑发绿铜的身影踏步向前 金属地板发出微弱的回响 每一步都在激发着周围环境的魔力 寂静被轻微的节节运转声打破 像在欢迎或警告一名新的来客 很显然 他的幻影已经诞生了 也开始了迷宫之中的猎杀 蓝奇还是一点都不怕 根据手环显示的动态地图 寻找起了前往点玉关办公室的路径 因为这个牢笼是根据身体 而不是根据意识复制 那他等下只要暴打一顿大爱诗人 就可以轻松安逸地去找到出口传送大厅了 蓝芙 真不是我想揍你 这是没办法的事 只能让我来挑战一下你的幻影了 蓝奇自语着 迫不及待地踏上了路途 本章完 第419章 蓝奇终于遇到正常人了 可能是大爱诗人的幻影比较谨慎 暂时不打算露面对蓝奇发动袭击 也可能是初始距离比较远 他还未追上蓝奇 果然是完全拷贝的大爱诗人 打不赢就绝对不会出来的耸气 也一并复制过去了 蓝奇的眼睛 审视着每一扇劳门 每一个墙面上的标记 寻找着前进的线索 先前大爱诗人有段时间很怕塔利亚 于是有塔利亚在的时候 大爱诗人都坚决不愿意出来 一路往地图指引的方向前进 不算太困难 最终抵达约定的出口传送大厅 就能和其他人会合了 只是这个过程可能需要较久 周围的迷宫回廊 时而冷硬 时而透着奇异的美感 符文蜿蜒穿梭于墙壁 走廊似乎无穷无尽 每个转角都带着新的未知景象 整层结构会定时进行随机变化 但是有一点不会变 也就是入口传送大厅和出口传送大厅的位置 在一段的独自行进后 蓝旗的目光被前方的一道光亮所吸引 可以见到室内明亮而温暖的灯光 它朝那个方向走去 其坐标赫然就是地图上提示的 副五层典域官办公室 周围一整圈都不再有深蓝色的魔力光影 与安全区传送大厅一致 与队伍会合之前 若能先找到副五层的典域官 拿到通关许可 也是一件必须完成的事 现在看来 队伍里最适合完成这项工作的 就是自己了 蓝旗站在了办公室前 轻轻敲响紧闭着的门 她不确定典域官此时是否在办公室里 但里面的灯开着 很可能典域官就在办公室 或者没走远 敲门的声音在宁静的办公室内外 轻轻回荡 很快就消散在这寂静的空间中 足足过了几秒都没有回应 进来吧 直到蓝旗犹豫要不要离开时 门内传来了一道清冷的女声 原本快要走的蓝旗便按住了门把手 推门而入 眼前是一间整洁而物件摆放有序的办公室 显得温暖舒适 蓝旗的目光很快就注意到了室内唯一的人 一位身穿青铠的女骑士正坐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 女骑士的身姿挺拔 她即便是坐着也透露出一种端庄优雅的气质 她似乎先前完成了今早的工作 刚刚包扎好了身上的伤口 穿戴好了衣铠 桌上还散落着几卷拆开的绷带和一瓶半空的药水 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到她身上白色绷带上进出的浅浅血痕颜色 看来再没有治愈职能的预警来为她治疗 女骑士抬头 她的眼神中既有疲惫之色又有冰冷的坚毅 就算已经从与自身幻影的艰苦战斗中归来 她的眼神中依旧保持着警戒 她略微有些不耐的视线落在大爱诗人身上 还未等这位新来的实习预警开口 等你们清扫完幻影 我自然会给予你们评价 典狱官女骑士的声音冷淡而有力 在对方问出问题之前将其回答道 她言简一概 眼神离开了大爱诗人的面孔 目光向审视完了一位外来者 谢谢 梅里莎典狱官小姐 大爱诗人的声音温的感谢道 她有看到典狱官的名牌上刻着她的名字梅里莎 尽管对方略显淡漠 但是属于是实事求是类型的典狱官 也没有要刁难他们的意思 已经是目前在赫尔罗姆监狱 遇到的最好说话的人了 正当大爱诗人准备结束这场交谈 并转身离开 等等 梅里莎典狱官突然开口说道 大爱诗人回过头 不明白梅里莎典狱官为何叫住了自己 只见梅里莎沉默了片刻 然后缓缓抬起眼眸 再度指示着大爱诗人 你的同伴呢 来这一层的时候和他们全部走散了吗 梅里莎的态度仍旧充满了距离感 坐在原地审视大爱诗人 我要去出口传送大厅与他们会合 大爱诗人回答道 你没什么战斗能力 落单会容易死掉 那些其他预警的幻影 万一不小心撞见你 也可能对你发起攻击 我帮你开路 把你送到出口传送大厅 梅里莎典狱官一边说着 一边有些疲惫地站起了身 然后朝办公室外走了出去 你的身体真的没问题吗 蓝琪感觉典狱官刚经历了一场殊死之战 生命之火摇摇欲坠 无妨 我已经清理掉了这一层我自身的幻影 对付其他人的幻影 绰绰有余 梅里莎典狱官走到门口 声音不带一丝情绪波动地说道 随即便走出了典狱官办公室 那就麻烦了 蓝琪感谢道 尽管典狱官应该是赢了 但显然是惨胜 他光是简单地活动了一下 身上白色绷带的血痕 就有些开始加深了 简直像是勉强捡了一条命回来 很难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武痴 才会在这一层 每天和自己的幻影绝死一次 在大魔族试炼 无妄的绝灭战中 一般也只有最疯狂且最强大的魔族武痴 只会选择在这里死战并历练自身 获得无妄应激的条件 即是将战役推动到极致 直面比自己更强的八阶幻影 靠自身将其击败 唯有在战斗中完成极尽升华 超越原本的自己 才有可能输死一搏 战胜远强于自己的极限幻影 赫尔罗姆那层 这三位七阶的典狱官 都是普罗托斯帝国难得的人才 受人要职的同时 恐怕也是找到了一个 最适合自身的历练厂 大爱诗人跟上梅里沙点狱官 也离开了办公室 他现在越发觉得 富五层的点狱官意外的靠谱 尽管表面上是一个冷漠的人 实际竟对实习预警颇为关照 原本蓝旗已经做好了 要继续在赫尔罗姆监狱 继续当大夫的准备 可现在看来 这位梅里沙点狱官 心里非常健康 与富四层的点狱官 赛莱娜小姐 完全不一样 根本不需要和她聊什么 蓝旗向来是有求必应 但没有诉求 她也不会乱帮忙 先前在富四层 修伯利安梦醒之后 看不到点狱官 还提心吊胆了半天 生怕蓝旗 她坑蒙拐骗点狱官 被女神大人扣 他们两个的功德 这回修伯利安一定可以放心了 今天四更 本章完 第四百二十章 蓝旗遭遇了一例新病症 两道身影走在富五层迷宫回廊道路上 空气很快再度波动起来 地面上的深蓝色结界魔法被触动 大爱世人的幻影又出现在了某个地方 但目光所及之处 回廊的尽头仍不见其踪影 点狱官女骑士的步伐坚定 每一步都蕴藏强者的自信 也许路上还会有五阶六阶的幻影 但她一点都不怕 大爱世人随着其后 像秘书一般跟在她附近 离开了靠近入口传送大厅的点狱官办公室 越往迷宫深处走 副五层显现出她的复杂程度 好在梅里莎点狱官对百般变化的这里 已了如指掌 有她带路 比蓝旗先前独自看地图 要快上许多 随着步伐踏过 一道道身影 时不时出现在了拐角 是些本层巡逻预警的幻影 她们拥有近乎真实的外貌 但身形透着淡淡的透明感 令人能够一眼辨认出 她们的虚幻本质 女骑士在看到幻影后 没有丝毫犹豫 她拔出腰间的长剑 剑身在灯光下闪耀着寒光 每等幻影预警向她发起攻击 女骑士已经遇见了她们的一举一动 她的身体在空间中灵活的移动 每一次挥剑都精准无比 剑风划过 一道道幻影 就如烟雾般消散 动作流畅而强劲 转身和侧部都充满了力量与美感 在其剑下 幻影预警无法近身 纷纷被击溃 而大爱诗人在后方观察着这一切 没有插手的余地 女骑士不仅战斗技艺高超 更是有着强烈的战役 平静的动作中透露着明确决断 就像每分每秒都迫切地寻求着战斗 想要变强一般 原本只要小心躲避着这些幻影 幻影们就不会主动发起袭击 结果这些是该由她们预警来清扫的 梅里沙点玉冠都帮她们清理掉了 随着一个个幻影预警的消散 走廊再次恢复了平静 然而因为大动作 梅里沙点玉冠身上的绷带 又明显被染红了些许 手臂也多了些颤抖 明显状态又便差了一分 你没事吧 大爱诗人走上前 注视着女骑士的背影问道 这点玉冠不比那些疯狂的魔族舞吃差 每分每秒都在极限使用自己的性命 尽管这种极限的战斗之道 可能就是她作为舞者的选择 但兰奇十分不希望 这种普罗托斯帝国宝贵的人才夭折掉 听到声音后 梅里沙点玉冠撑不住了一般 半跪倒在了地上 似乎刚才的伤势又发作了 她就这样低着头 足足深呼吸了数秒 我没事 无需担心 女骑士收剑入鞘 艰难地站起身 侧眸 眼神中依然是那般冷漠的坚定 她对大爱诗人示意继续前进 大爱诗人神情有些许困惑 还是跟了上去 她觉得 梅里沙点玉冠是七阶物理职业 有强大的自愈力才对 像希格里德 这种程度的伤势 很快就能自己恢复过来了 除非梅里沙点玉冠的体力属性特别低 也没带自愈 恢复类型的法术和装备 可为什么会这样配卡 回廊迷宫 两人继续行进 梅里沙在发现幻影时 都表现出了好战 她的战斗方式 相比其冷静的外表 显得更加疯狂 完全不顾自身的安危 经常采取 宁可挨上两下 也要把对方秒了的策略 在这般凶险的打法下 梅里沙点玉冠的身体 逐渐积累了更多的伤痕 她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 步伐也经常停顿下 需要扶着墙休息一会儿 无论大爱诗人询问她 是否需要多恢复片刻 她都会否决 然后再度拖着满是伤痛的身躯 继续向前 没过多久 当女骑士又在前面解决掉 一个强大的六阶幻影后 她同样自己也挨了几下 有些摇摇欲坠 似乎是拼死咬牙坚持着站立 再继续往前 我们叫不到监狱医护的 要不你把我送到这里就可以了 真的非常感谢 大爱诗人低头看了看 手环上的地图 对梅里沙点玉冠说道 赫尔罗姆的特派抢救医护人员 也有行动距离限制 特别是在-4到-6层 他们会优先考虑自身的安全 行动范围极其有限 现在这个位置和点玉冠办公室 以及入口传送大厅 这些安全位置都有了一些距离 蓝琪虽然今天把自己的魔法卡牌 都放在了大爱诗人身上 也可以借用大爱诗人的身体 使用自己的魔法卡牌 但是它的治疗效果 着实微乎其微 不仅缓解不了点玉冠的伤势 可能还会把它折磨得不行 蓝琪从来没见过这种活菩萨 真的不想把这个点玉冠害死了 他这辈子没做过扣功德的事 但如果害死了这种好人 那恐怕真要扣功德了 不 听到大爱诗人的声音 梅里沙点玉冠顿时栽倒了下去 他在地上撑着喘了好几口气 才勉强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就在大爱诗人觉得 这次点玉冠 是真的撑不住了的时刻 他又像不死之身一般 艰难地站了起来 继续走 我不会死的 与其是遏制住自己的颤音 迈开脚步说道 起初大爱诗人 被梅里沙点玉冠的坚韧战役所惊讶 但渐渐地 也终于开始感到一丝奇怪 他有点看不懂 这个点玉冠的生命力 是什么状态了 梅里沙点玉冠 只要不把他自己折腾死 就仿佛想要把他自己往死里折磨 已经有点不像武痴的程度了 但看他一脸正直冷淡的样子 又完全不像有着什么奇怪的癖好 顿时 黑发绿铜的身影 心里多了一丝猜想 喂 大爱诗人 突然朝着梅里沙点玉冠的背影喊道 碰 伴随着一声众响 穿着裙凯的梅里沙点玉冠 一个亮抢没站稳 摔倒在了地上 身体颤抖着站不起来 你这真的叫没问题吗 大爱诗人注视着梅里沙点玉冠 轻声问道 我 没 趴在地上的梅里沙点玉冠 听到大爱诗人的问题后 声音颤得更厉害了 这次无论怎么想站起来 都像身上被抽干了力气一般 执不起身子 仍在坚决且倔强的要把话说完 本章完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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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